作为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 我们说百年之后 这个词一出啊 它指的不是活人的 就人已经去世 我们再多的年纪还能活 有些人呢确实特别的命 那相对来说普通它就是特别的 实际上它只不过是 长寿的人它一定是福报 在一方面是很大的 那么尚且不提什么 四百岁的蔡兰公 八百岁的彭祖 彭祖就有点神话了 神仙般了 我们记载这个史册上 很多它的一些 甚至我们天干地支 这些东西都有它 那么这些类似于神话之外的 像一些这个刘伯温啊 什么张三丰呢 有的二百多岁有的甚至相传还在活着 我们不好去究竟了 总之呢它有再生人 再来一次 那么它又换成是谁 那么它只要有需要就会来 这种特别的人物就不提了 所以我们说普通人 甚至讲不修炼 是吧 说百年大祭说的是事儿 百年大祭落到人的身上呢 看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这个树已经形成了 它的根扎稳了 这一辈子什么样 基本上差不多了 但人呢 它比较善变 它需要一百年的时间去练化 最终才能给这个人一个定性 那叫定覆 那命啊 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改 这个过程就叫变数 你可以变多变少 也会去变 那大方向呢 也会差不多 但是有些人就是造化很大 就是算不准 那么到什么时候准呢 死的那一刻 就叫盖棺论定 你活的时候 很好 年轻的时候到了晚年 变了 那晚节不保 那不是很麻烦吗 所以晚年好才真正的好 那很多人 尤其现在 年轻人 那认为我身强体壮的时候 多做一些 享受各种的人生的体验 享福 早早的享完了 能一辈子 吃多少碗 饭 喝多少酒 穿多少衣 这都是有数的 不过 你不搞这些深入的 搞不清楚那些 所谓玄学 你看不到 几斤几两 麻烦虽小五大俱全 一个人他整体上 跟自己比 就这些 有先苦后 甜有 甜甜后 那我们要说的 那我们要说的 说这个人死后 能否 不是说再来呀 什么东西最重要 那就是死后你的明节 那古人 所以 想尽一切办法 我就为了签古人 甚至一些西方的 比较可笑的 所以一把火烧了 这个帕特隆神庙 指的就是 古代的这个 七大喜忌之一呀 现在什么动不动 吉尼斯世界纪录 还有比如说我们这个 那个城市唐山 这些明 地震 包括后来什么烧烤 这不是好明 这听起来让人笑话 甚至你走出去之后 人家那嘲笑的一切 哪怕是开玩笑 那你又用心去 想一想的话 都感觉面子上挂不住 你出去这个家 就是这个 代表你这个家的人 家教家风 出了这个城市 这代表你这个城市人 甚至一说东北 一说中国 怎么怎么样 那你就是其中之一 你就代表着他的脸 所以很重要 所以死后怎么样 真的在你生前 要好好地把握 你下一次再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到时候还来得及吗